施坦威钢琴是每个钢琴家的梦想,也是95%以上独奏艺术家的首选。 除了经典优雅的黑木琴声,施坦威限定版及特别版系列都能完美传达出您的独特个性和品味。 165年来,施坦威征服了无数钢琴演奏家,全球全施坦威学校也超过200所。 正因如此,施坦威钢琴也成为朗朗、黄宇佳和张浩晨等顶级钢琴家演出的唯一选择。 紧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地区,连日来爆发多宗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病例。 而每天进出温哥华与西雅图之间,四个主要陆路通关口岸的车辆就有超过3万2千辆。 加拿大会否加强陆路口岸的检疫?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亨利表示,加拿大边境服务处在各入境关口,有检疫人员随时协助。 截止目前,来往本国与华盛顿州的旅行还是安全的,现阶段无需提高检疫级别。 本省与美国的卫生官正保持紧密联系,同时做好准备,协助华盛顿州医疗机构尽快完成疑似病例样本检测, 并会及时调整防疫应对措施。 这是一个时刻,我们必须想想,我们现在都在一起, 我们可以支持我们的商业,支持我们的社区,支持我们的社区,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通过这些。 由于接下来加拿大将迎来春季假期, 亨利医生强调,国民如果打算出门旅游,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疫情, 并持续留意联邦政府发布的最新旅游警示, 以免因为全球疫情突发状况滞留海外。 而现在属于非常时期,民众家里也要准备一些应急的药物, 但是没有必要大量囤积生活物品。 本周开始,加拿大边境服务处也加强了从伊朗入境旅客的检测, 除了要申报过去14天的旅行时以外, 进入加拿大之后也必须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。 同时,加拿大卫生部门也呼吁社区要做好, 可能会爆发疫情的准备, 而民众一旦出现疑似的病例的话, 也请尽快和医疗部门联络。 佛黄卫视足够行警黄山来自温哥华的报道。